三藩市 好事成商安老自助處獲捐款6萬元支持長者護半服務 自去年疫情以來針對亞太裔的仇恨犯罪案件也逐漸增多 不少亞裔尤其是長者不敢走出家門口 即使是在現在這個要全面重開的狀態下 為了讓長者愛出時更加安心 此前師傅就撥款非牟利組織安老自助處 重啟長者護半服務 也即是由經過訓練的員工護送長者去到不同的目的地辦事 包括醫院、銀行、疫苗接種地點、長者活動中心、超市等 現在這項服務還收到來自多方面的支持 Varitas Investments投資公司 華裔首席執行官歐日鵬今天到了現場宣布了一個好消息 不但如此歐日鵬為了增加公眾意識 制止仇恨亞太裔事件發生 現在她所在的公司當然印刷了超過300張 印有反對仇恨亞太裔的訊息二維碼海報 並進行張貼 都說好事成相 安老自助處行政主任鍾月娟還宣布了一項好消息 就是現在這項服務已經被列入市府的財政計劃 現在如果山藩市有需要的長者 就可以向安老自助處申請這個服務 興趣的民眾可以撥打電話 415-677-7585 天下衛士記者報導 請有請 午後 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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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